台灣是 生病 黑衣男情緒激動 直接破口大罵 直接車廂裡擠滿人潮 而站在他身邊的白髮 老翁被嚇得手足無措 伸出右手 輕輕拍背 試圖安撫情緒 你不要 我生氣啊 告訴你 你要是男生 我是大牛 不會亂做 越南又是不愛做 讓位糾紛 但不管老翁本人 怎麼勸說男子依舊相當憤怒 指著座位上的女乘客 連環標罵髒話 引起列車長到場關心 我就看看你 先生你要到哪裡下車 上前緩家 喉嚴相勸 要對方消消氣 不過男子早就氣到額頭 抱親筋 大聲搶瞎 我們該讓座 要讓座 別這樣 別罵 我們特勤隊退路 連看政治沒完沒了 列車長直接拿起 對獎機回報狀況 我現在已經74歲了 我上去以後 我都不做 不愛做 有些別的女孩子 或者是孕婦 他們這是需要 因為可能每個人 都有每個人的想法或立場 在口氣上 語氣上 態度上 其實還是有差異 讓座糾紛 就發生在台北萬華 往板橋方向的台鐵區 肩車 由於30號下午5點27分 自身特勤隊退伍的 黑衣男子 不滿女乘客 沒有讓出博愛做 給白髮老翁 直接在車廂搶下 發生 衝突糾紛事件 請保持冷靜 並立即通報戰務員 或鐵路警察協助處理 後續男子跟乘客 都沒有報警提告 不過類似衝突 頻頻發生 善意成為衝突 倒火線 也讓博愛做美意 完全變調 進行為公平肉張家喻